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晚我過來位於幸福路的喬美食家 喬美食家總店位於沙面 位於幸福路的這間是生日主題餐廳 今晚會與幾位朋友一起 在喬美食家這裏上月賽的同事 品牌三款國家名酒五涼液 眾所周知茅台是張香型白酒的代表 而五涼液就是龍香型白酒的點營代表 五涼液又有中國酒王之稱 五涼液產自四川省的宜濱市 它不僅是歷史悠久 而且還有深厚的文化底韻 很多人都會問五涼液和茅台 你更喜歡喝哪一種 其實我就覺得龍香型和醬香型的白酒 他們的香型不同是不適宜拿來做對比的 我自己就喜歡平時與朋友喝幾杯 當然我肯定不是那些專業品酒人士 只是略知一二 這三瓶酒就是我們今天要品鑑的五涼液 分別是39度低度五涼液 八代普五 還有經典五涼液 我們就會從39度低度五涼液開始喝起 這39度五涼液是中國高端低度八酒的領創者 雖然它的道數只有39度 但它的酒質與高度酒是一樣的 甚至它的溝對工藝比高度還要複雜 眾所周知五涼液有五種糧食所釀造 分別是高糧、大米、糯米、小麥和粟米 這39度五涼液依然保留了五涼液的風格和口感 聞起來香味濃郁順口 看起來顏色清亮透明 雖然道數只有39度 但它的香氣和香味一點都不會寡淡 喝這隻低度的五涼液入口非常舒服 最適宜在商務現請喝它 可以避免酒口失態 不過現在市面上 很多人都喜歡高度酒多於低度酒 高度酒普遍好賣過低度酒 而且高度酒普遍貴過低度酒 不要只顧著喝酒先吃點東西 先喝一碗雞煲汁湯 吃的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加少許紅醋和芫荽 三杯雪花牛肉 酒、糖和豉油搭配洋蔥 肉嫩汁濃 順德炒魚鬆 甜豆木耳彩椒和魚鬆搭配 層次豐富清爽可口 菜圓牛筋腩煲 牛筋腩煮得軟硬適中 入口嬌彈得非常入味 巧菜炒燒肉 清明前後的巧菜最當貴 入口又脆又甜 春芳得二卷 其實就是炸春卷 在喬美食家這裡 春卷是作為一道菜 而不是作為點心 腿熔上湯乾燒衣麵 軟滑的衣麵加上濃濃的湯汁 好吃 不過就是想衣麵順序有些不對 唯有真正老廣才知道的屎屎雞 吃雞時點顯戒醬 才是屎屎雞的靈魂所在 焦鹽九吐魚 橋尾焦鹽九吐魚的脆漿 調得認真不錯 又薄又鬆脆 又說回今晚的主角五涼液 其實五涼液是有一定的稀缺性的 譬如一個酒窗有六十噸酒這樣計 其中只拿十多噸最好的酒頭來做五涼液 剩下的差少少的 就會拿來做其他五涼液系列酒 例如五涼春五涼唇和尖章等等 每賣十噸五涼液就會有四五十噸系列酒要消化 五涼液酒廠就有著最先進的溝對技術 四川宜賓的氣候、空氣、濕度、溫度、水質等等 造就五涼液的獨特味道 繼續吃點東西先 橋尾的招牌非為紅燒乳甲 皮脆、肉有汁、骨都入味 到橋尾必吃他們的紅燒乳甲 上湯九幾尖 用九幾葉醉嫩的部分和魚畫一起 魚畫浸到剛剛熟、合到好處 這瓶低度的五涼液是2019年 喝完這瓶低度的五涼液之後 我們現在準備開第二瓶 今天喝的第二瓶是五涼液第八代 又被稱之為普五 從四五十年代的第一代五涼液到現在 已經到第八代了 第八代五涼液是最廣為認可的一大單品 52度的度數口味更加順和 這瓶是在商務現請中最得重的一瓶 咖喱帶子胡溶酥 用戶的皮裏包著咖喱和帶子的餡 亦是作為菜品不是點心 五涼液的第八代從2019年開始上市 從之前五涼液第七代相比 第七代的口感會吞一點 而第八代的口感會純一點、好入喉一點 不過你們又知不知道 其實真正會喝酒的人都喜歡找回 第七代的五涼液來喝 五涼液第七代從2020年開始已經停產了 現在的五涼液第七代就真的喝一瓶少一瓶 通常這些酒喝完之後 我們會怎樣處理瓶呢? 一般我們會把這些標籤撕下來 千萬不要少看五涼液的這些標籤 甩得有字很特別的 撕了之後就剩下這樣的一個空瓶 品鑒完第二瓶之後 我們現在開始品鑒第三瓶 經典五涼液 這瓶五涼液採用了傳統復古的梅花瓶 開了蓋之後 在蓋裡有一個防藝二維碼 消費者可以自己數碼查詢這瓶酒的真假 這瓶經典五涼液又被稱為高端王 它就用了五涼液最厲害的有600年的教詞 和剛才第二瓶的第八代五涼液的味道來比 價格和第八代就差不多差了一倍的價格 這款經典五涼液 就被稱為濃香型白酒的頂級產品 聞起身香味厚實 酒體厚重 它的機酒是存放了十年的機酒 機酒的年份越長 酒質就越好 酒的成本和味道 都因機酒不同的年份而變化 這款經典五涼液 陳香、教香、涼香同時冰泉 有著點營五涼液的風格 如果喝了這瓶經典五涼液 再喝了剛才的第八代五涼液 就會覺得剛才的第八代五涼液香味很淡 酒體單薄了很多 而且入口會覺得靠喉一些 真的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喝了這瓶經典五涼液之後 還不能回頭喝其他五涼液 絕對是五涼液的頂級之作 不要只顧著喝經典五涼液 繼續再吃點東西 鼻製脆皮黑叉燒 喬尾食家的黑叉燒和紅燒乳甲 是店家的兩大招牌菜式 黑叉燒包裹著味甜的醬汁入口即化 招絲腐乳炒通菜 現在這個季節的通菜就是最好吃的時候 今天他們的河粉賣完了 我們就點了個三絲炒米粉 米粉炒得條條分明 不會油膩多有鍋氣 今天品鑒的這三絲五液液 各有各的優點和特點 不過最好喝的當然就是第三瓶的經典五涼液 今天的視頻 中國的五涼液 世界的五涼液 五涼液品鑑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